第四真言 礼拜能使短暂的生命永久化 如果你想确切地懂得礼拜是多么重要 即它是何等有价值 懂得获得它们只需要付出微小代价 懂得不礼拜者会遭受到的亏损 如果你想得出和二乘二等于四 这个公式一样清晰明了的结论的话 便静听下面一段比喻性的故事 一天一位英明的君王给两位仆人 每人二十四个金币 让他俩到据此大约有两月路程的一块 丰饶的农场上安家落户 并命令他俩 这些钱里包括了你们的沿途的盘缠和住所所需要的费用 距离只有一天的路程 有一处中转站 其中停放着公共车 火车 轮船和飞机等 按资本可乘 收到这个训诫之后 两个仆人就出发了 其中一个人是幸运者 他用最小的花费就到了中转站 并抽出了消费中 做了一些使君王愉悦的买卖 从而会得到千百倍的利润 很不幸的是另一个人 一个放纵的流氓 在到达中转站之前 就用掉了二十三个金币 全都花费在花天酒地寻欢作乐上 手中只剩一个金币 前者朋友劝诫他说 你必须将这一个金币用于车票上 要不然你就要步行很遥远的路 并忍机受恶 而且我们的主人是慷慨仁慈的 也许他会怜悯你并饶恕你的过错 也许他会让你坐上飞机 如此我们才会在一天之内 到达我们的住所 要不然在距离两个月的沙漠中步行 很遥远并忍机受恶 此时在这种状况下 如果那个人由于固执 而不肯用一金币 买作为宝库之钥匙的车票 而是去花天酒地 寻求短暂的欢乐的话 最愚笨的人也会清楚的明白 他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幸 哎 那些不做礼拜的人们呢 我不喜欢礼拜的私语啊 故事里的君王就是我们的主宰 创造者安拉 那两位仆人 一位是虔诚热情的礼拜者 另一位是那些忽视拜工的疏忽人 二十四个金币是每天二十四小时的生命 农场便是天云 中转站就是坟墓 旅途是连着坟墓 复生 及后世的人生过程 人们以各自的行为 和对安拉的敬畏程度 度过那条长久的路程 真正有信仰的敬畏者 能在一天之内 像闪电一样 跨越一千年的途径 更有些人 在一天之内 以常人难以想象的速度 横跨五万年的距离 尊贵的《古兰经》中 有两段经文 已经明示了这个真相 故事中的车票 指的是礼拜 一个人 一天只需一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小禁 及五次礼拜的整个过程 因此 那些宁愿将二十三个钟头 消耗在现实的浮华生活 而不愿花费一个小时 为后世永久生活的人 他们的损失是多么巨大 对他的心灵的压迫 是多么残酷 他的想法是多么愚蠢无知 有些人 将自己所拥有的资产的一半 全部投入了 有千人参与的彩票赌博 可他盈利的可能性 只有千分之一 这样的举动 如果被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事 那么 能获取丰厚的利润 得到永久的宝藏 且其成功率 是百分之九十九 但有人 却不愿投入自己 每天所拥有的 二十四分之一的时间 去争取 这样的动作 离理智 有多么远 认为自己聪明的人 都能明白 的确 礼拜对人的精神来说 本身就是一种放松 对心灵 是慰藉 对理智 是更新 对身体来说 也不是繁重的劳动 而且 礼拜者的其他合法的世俗事物 以善意为条件下 也会成为一种善功 因此 一个礼拜者 生凭所有的工作 都将成为他进驻后世的资本 他以短暂的生命 换取了永久的生命 连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